好,現在就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橙色的蔬菜水果混合汁是怎樣做出來的 我經常都說,混合汁包含三樣東西 第一是蔬菜,第二是水果,然後是種子果仁 而橙色混合汁的蔬菜來源當然是甘筍 或者是紅蘿蔔也可以 批皮洗乾淨,切至細舊 現在餘兩個人的份量,兩條半道甘筍 而生果的代表,我選了香蕉 香蕉要成熟的香蕉 撕皮之後,如果有黃有壞的,一定要切掉 兩隻椒,可以多做一隻 到時打出來的時候,視乎味道 想濃味一點的,自己再加多一隻 而果仁種子類,我很極力介紹 大家可以考慮用阿麻籽或者旗耳籽 要放多少匙呢?其實是釋除專便 若然自己想喝的那杯飲料多一點營養 多一點能量,就加多一點 有時候我其實也沒有計算的 例如三斤左右 做出來會令蔬果汁的質感 就會是稠一點的 如果大家想喜歡稠一點,能量高一點就稠一點 想稀一點,加多一點水就可以 旗耳籽,核桃,腰果 這些我預先洗了 其實就不需要很多份量 即是拿著一小撮 甚至你不放,覺得想喝清淡一點也可以 然後呢,橙色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名字 讓人們方便些 我就說ABC 即色是Apple,Banana和Carrot 剛才我們用了Carrot 我們用了Banana 其實還有Apple 如果有Apple,就可以用的 沒有也不要緊 如果Apple披皮 披完皮之後,它裡面有些芯 如果芯裡面不漂亮的,就要切掉 如果漂亮的話,連一些核 其實就全部都用來打汁 切細小的蘋果 額外,想清淡一點 還可以加四分之一個檸檬 切了黃色的皮,因為怕髒 然後呢,就留一些白色的肉 還有呢,留一些種子 都用來吃了 那現在我們因為材料也有差不多 我就加四分之一個檸檬 在這裡 那就齊了 然後就加水了 那水份要加多少mL呢? 其實就無所謂的 我通常就浸到 跟那個材料的水平差不多 那就是了 那開始打了 低速開始打 那個精妖呢就是 不用打太久 那麼呢 低速慢慢加高速 因為免得它一開機 勾到東西到處都是 我會在高速和低速中間 大家轉換兩三次 現在就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綠色的蔬菜三果種子混合汁是怎樣做的 顧名思義 綠色就來自綠色的蔬菜 我這裡預備了白菜 洗乾淨 底面這樣洗 揀 然後呢 最後呢 用食用的水 浪過去 而這一盤呢 就是一些菠菜來的 也是 選好了 發黃 或者是煤了 那些就不要了 然後呢 就洗乾淨 最後呢 用食用水浪過去 這樣就可以用了 蔬菜的代表 我這次呢 先用這個 下了這個白菜 其實可以下 一堆 放進去 然後呢 生果類的代表呢 用香蕉 因為這次要用多些香蕉 大約我預算用四條香蕉 因為蔬菜本身呢 生食的時候是很 可能有些朋友覺得寡 或者是生 甚至乎會辣的那些狂 所以呢 香蕉就用來中和了這些 生味了 食譜方面呢 大家最後都是以自己的 舌頭來做標準 四隻 好了 種子呢 今次因為想清淡一點 我就只放 這個阿麻子 放三根 之前洗過的 蔥水洗過的 然後呢 為了令到這杯綠色的混合汁 味道清爽一點 檸檬是不少的了 因為今天呢 我也買了這個 熱情果 熱情果加進去呢 那個味道是會非常之鮮 洗乾淨切一半 把裡面的肉和汁呢 刮進去那碟 那裡 好了 然後最後就加水了 水的份量就是浸到 和材料差不多 高 那 用著這麼多 可以再加多點水 等下打完出來看看 會不會結 或者適不適中 再決定 我們現在開始了 就由低速開始攪拌 慢慢攪拌 慢慢攪拌 好 可以試一下味道了 因為放少了種子的緣故 這杯是蠻清的 蠻Liquid的 可以加多一種香蕉 因為這個味道偏向比較 加一種香蕉 看看味道會不會改善 那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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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和大家介紹這個 紅色的蔬菜水果種子混合汁的做法 紅色的蔬菜水果種子混合汁的做法 大約一至兩人份量 一至兩人份量 一至半個蔬菜水果的份量 因為今天我買了這個紅色的大椒 配合紅色就可以了 我放半隻 水果的代表 當然也不少香蕉 放兩條香蕉 再加紅色的火龍果 火龍果先切了 我先放半隻火龍果 種子的代表 這次我選擇旗子 想熱一點就多放幾斤 想營養豐富一點就多放幾斤 想清淡一點就少放幾斤 然後就放水 水的份量差不多和材料差不多 就可以了 今天的驚喜就是 我有熱情果 熱情果 放一個下去 吃熱情果的核 有時候會咬到牙齒很累 但如果透過打汁 熱情果的味道就在汁裡面 而且我們都不知不覺地吃完所有的核 也不會牙齒覺得累 好了 齊齊了 我們就開機打汁了 就由低速開始打 完成了這個紅色的蔬菜 水果種子混合汁 材料就盡量配搭紅色和紅色 因為如果有青菜放進去 就合起來變成啡色 就不好看